HELLO HELLO 2020年5月25日 各位萬迷早晨 歡迎來到今天的萬迷早晨節目 上個星期尾我們球會出了這個賽政報告 我看到很多中英文的媒體都已經做了一些報告 或者做了一些分析 我今天就不會做太多分析 不過請了一個嘉賓上來 讓他跟大家說一下他對這個賽政報告的一些看法 包括一些重點和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有沒有多少錢去買球員來轉會槍 首先請嘉賓出來 HELLO 木仔 大家好 各位萬迷早晨的朋友 我廣東話沒有麥湯說得那麼好 希望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原來你有聽的 謝謝你 今天第一個問題想問你 就是上個星期出了一個財政報告 不如你跟我們說一下這個財政報告 有什麼重點大家要留意的呢 好啊 大伯 讓我跟大家說說 我們這個第三季的財政究竟是怎樣 首先要跟大家說 今季的收入是少了的 但是大家要記住 只有兩個星期我們停了賽的 即是說下個季度 我們的財政收入會更加更加少 因為差不多整個季度都沒有踢過球 但是我們在買波特方面 成功地多了少少少錢的 當然啦 最重要都是那個 sponsor sponsor 那裏呢 就是賺多了少少少錢的 所以都頂住的那麼多 另外呢 在這個轉播費方面 我們暫時呢 預計我們要 賠回給一些轉播商呢 要有2000萬 幫金上下的 就算我們能夠踢完 比賽 沒有球迷 踢完比賽呢 都要大約賠回2000萬 跟著這件事呢 就是很多朋友最關心的了 究竟我們的債務是怎樣呢 因為呢 我們的債務 的確是勝了42% 那麼大家覺得 是不是大件事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 就是說呢 我們麥加亞那單 專會呢 我們呢 就一次過比賽 所以呢 就個債務上高是多了些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這個呢 英磅啊 英磅現在不是好點 所以呢 我們的債務就用美金計 所以又要就蝕了一筆 另外呢 當然我們收入少了 現金少了 所以呢 那所以呢 債務上表現就好像差了少少 但是呢 大家要記住 如果我們的債務呢 在用美金去計的話呢 其實呢 就不是說一樣 那麼多的 其實呢 如果用美金計的話呢 是沒有變度的 還有最後一件事 好些人說 格拉薩拿錢走 其實呢 他們這個季度呢 是拿了1100萬 離開了的 做了這個 分擁 分擁 但是呢 其實他們一月的時候 已經是做的 所以呢 我們當時都未知道 情況是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下一個季度 他們會怎樣做 好嗎 大支箱 這個季度的要講的 總點就是這麼多了 大把 原來是這樣 不過呢 我想呢 那麼多朋友呢 最重要想知道的問題就是 喂 究竟我們接下來的轉會槍呢 有沒有錢去買人呢 還有錢那裡究竟有多少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都覺得 放新組是很重要 或者還有其他的收購目標 麻煩你和大家說說 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好嗎 好啊 大把 那終於呢 我想這個呢 就是大家最有興趣的題目 究竟 我們還是沒有錢買人呢 因為呢 我上個星期呢 都通過一些媒體說 就是說呢 這個轉會槍呢 肯定就是 大家都會擲著擲著 因為呢 那個環境這樣 那我就說呢 可能呢 我們呢 就未必 會有多過 7千萬的收購 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 這個呢 大家都不知道了 老實說 那另外呢 有位這個 那另外呢 另外呢 有位 媽米呢 已經幫我們 做了一些分析 那他就做了 那個分析 就是說 究竟在這個FFP 這個 財政公平條例之下 我們有多少錢可以花的 因為呢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收入少了 那就是說呢 使用的錢 相對來說 就不算不可以花那麼多 就算我們有 都不能夠這麼做 那他呢 就幫我們做了個 估計 那基於呢 我們現在的情況 那他就說 繼續出來呢 大約呢 我們呢 那個轉匯 那個 Budget 就可以去到 一千 一億六千萬 英鎊 也可以的 只要 我們繼續 現在的 這個季度 看下去的情況 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其實 那位媽米 就算過 我們的轉匯費用 正用 不用賣人 都可以用 一億六千萬 都可以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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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角度去看 我們可以用得 一億六千萬 鎊 就不代表我們要用完 是不是 那另外 有一件事呢 大家都要知道了 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 現金 還有呢 我們可以拿到的 短期貸款 總共有多少 因為說真的 很多公司 如果 很多購買都是 如果 如果 他們 在這個 短期資金那裡 有問題的話 他們就有 倒閉的機會了 但是 我可以通 大家說 萬聯 基本上 可以在短期之內 包括現金 包括我們可以 即時 借到的錢 加起來 可以有 一億四千萬 那麼多 換句話 其實我們 都可以運運 一段時間 都可以 就是收入減少的話 我們都有足夠的現金 去應付我們 每日的支出 這樣 所以 來講 再重複一次 從三個角度 看我們的財政狀況 就是 我們 現金來說 錢 或者一些短期的錢 可以借到回來 總共有 二億四千萬磅可以做到 另外 如果要符合這個足夠 財政條例 FFP的話 我們最多 可以用一億六千萬磅 買人 就未算賣人收回來的錢 但是 當然 我們都要 審慎理賽 所以 我就說 大約七千萬 收購 未必會多 這樣 但是 大家都明白 有錢 不代表可以亂用 但是希望 聽完我講這段說話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財政狀況 究竟 我們真的需要 買人 付錢的話 我們究竟 付不付得起 我想你們都應該明白了吧 大巴 對嗎 今天和大家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大家對我們的財政狀況 有多了一點點的理解 好 大家聽完木仔講 就輪到我講 其實這個季度來講 只有兩個星期沒有波踢 所以下個季度 情況更加慘淡 但是我想跟大家講 這個情況 這個問題 究竟是萬元的問題 還是整個球圈的問題 大家都有答案 所以 其實除了我們 會見到這些大問題之外 其他球會也一定會 所以很多朋友做分析 就說 好不行啊 怎麼搞啊 又說怕沒有錢買人 諸如此類 剛剛你聽了木仔講 其實錢 我們就並不是沒有的 因為 其實我們 財政上來說 都相對很穩健 但是問題就是 當整個足球壇 甚至乎整個世界 營運都非常艱難的時候 我想我們都一定會受到影響 這個就是無可置疑的 我想就要還原基本步 究竟 這件事 我們是相比其他的球會 究竟是會做得OK 還是做得不好 這樣 所以來說我覺得 看回我們一些做了的事 我們就沒有財政 即是不需要用政府的錢 去幫忙出糧 亦都我們去做了很多事 去幫助附近周圍的環境 的朋友 包括可以做了一些食物 捐了一些食物出去 亦都是幫助到一些 當地需要有幫助的人 一些物資都給了他們 所以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可以看到 我們球會本身的財政問題 根本就不太大 當然如果長期地沒有收入 甚至乎要賠錢給那些轉播商 的話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始終大家不要忘記 在每年有這樣的統計 我們在賺錢的能力方面 都是經常在頭五名之內 再加上還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我們的品牌其實每年都在頭三名 甚至乎最少都是頭五名裏面 所以除了賺錢能力 現在大大削弱了之外 其實我們的品牌都很值錢的 這件事引伸到甚麼呢 就是說 說真的 就算我們現在的情況 沒有現在那麼理想 不是現在那麼多現金在 或者不是那麼容易 安排到一些借貸的話 其實究竟是不是一定 萬一陷入了這樣的財政困局 是否一定會倒閉呢 可以跟大家說 以我的理解 實際上 萬聯就沒有甚麼可能倒閉 待會跟大家說為甚麼 萬聯的財政困局 會不會延遲多久 這個問題會延續多久 究竟一年還是幾個月 甚至幾個月 甚至幾年 我相信我們都頂得住 尤其是萬聯 如果有機會到這個狀態之前 很多球會都頂不住 聯賽都不知道能否打得成 好 好了 我不當你這樣 我當財政有問題的時候 剛才我都說過 由於萬聯在品牌方面 其實相當相當值錢 我們用一個例子 之前AC米蘭 也有一個類似的情況 結果是甚麼 結果就有財團入住 為甚麼 那些財團就會看到 這是一個品牌 只要捱過這一關 過到這個現金流的難關之後 正常運作之下 其實他們是賺到錢的 亦都會有一個作用 所以就算是一些短期的投資者 或者一些長期的投資者 在那一刻 萬聯真的在財政問題那一刻 肯定就會進來收購 即是說 其實萬聯的球會 就一定會有人買 尤其是這個經營模式 在這麼多年之下 都能夠成為 即是每一年賺錢的球會 都投幾名的話 其實即是說 營運模式問題 大極有限的 OK 那這件事 各樣的投資者 一定會看到 所以我相信 如果真的萬聯 有機會被收購的話 大部分的財團都會進來 幫幫忙 所以其實大家要明白這一點 但是到最後 如果真的到這一刻 很多朋友很希望發生的事 即將會發生 就是什麼 就是趕走格拉撒家族 因為很多朋友都覺得 格拉撒家族是搞不定的 或者對萬聯是很差的 但是 如果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你問我的話 就是最大機會 能夠趕走格拉撒家族 如果正正常常的 要格拉撒家族 標價出來 賣萬聯的話 其實那個一定是天價 大部分的投資者 都覺得未必是會給這個錢 所以 有時候這世界就是這樣 有危就有機 但是大家 千萬要記住一件事 萬聯始終 都在賺錢能力方面 和品牌方面 都會名列前茅 所以我的題目就是 究竟 大家覺得 萬聯先倒閉 還是 你會沒有了份工 那就想想 如果你自己做的公司 是不是有這麼豪厚的 品牌效應 還有賺錢能力 如果沒有的話 自己可以考量一下 究竟哪件事 會快些發生 如果萬一 大環境的經濟情況 是非常之差的時候 Anyway 這個純粹是大家 給大家一個思考的空間 就不代表 是真的一定會這樣發生 因為這是一個分析來的 OK 今集的節目就是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